大家好,我是汉文 今天是北京时间的 也是韩国时间的8月10号 8月10号的晚上11点左右 很长时间不见了 因为一个是比较懒 一个是比较忙嘛 然后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韩国的洪水 大家知道中国经历了很大的洪水 韩国最近一个月以来 也经历了非常大的洪水 这个洪水持续的时间和暴雨持续的时间 将近一个月都没有见到晴天了 好的一点是我们的这个 天非常的凉快 正常来说从6月底一直到9月初吧 大概韩国的也是桑拿天了 非常非常的热 热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34-35度也是正常的 然后天天不管是在店里 还是在家里必须要开空调的 但是这个夏天就非常的爽 非常的凉爽 几乎是店里和家里空调都一次也没开过 一个月大概也能省个十几二十万韩币 六七百块钱韩币吧 这是好的一方面 坏的一方面就是天天阴雨连绵的 我们造成一种状况就是我们钱包里的那个韩币现金都发潮了 然后我们在店里订的那个箱子 纸箱子 然后打出来就是小盒嘛 在店里放了大概一个月左右 那个盒已经变软了 就是它受潮嘛 因为我们这是海边 离海非常近 一两公里之 就是海边了 再加上连续下了一个月 就是化妆品的盒子也受潮 现金也受潮 那个打包的小盒要是潮了 它就没法用了 再过几天 我就感觉就要大量的受这个损失了 因为它 它不好用了之后呢 你把它弄干燥 我想办法是很费劲的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暴雨吧 应该是中国和日本那边的那个台风刮过来了 五号的时候 这个叫什么台风呢 六号的时候 这个韩国遭遇的这个台风叫强威 非常的厉害 是从日本的冲绳岛这边 600公里处生成的 然后每小时37公里北上 就到了韩国嘛 日本跟韩国很近嘛 然后就到了那个激州岛 激州岛的那个西规浦市 激州岛一共就两个市 一个是激州 一个是西规浦嘛 然后激州岛就受灾了 受灾了之后呢 又到了釜山 然后就到了韩国全境了 这个强威 然后受灾的地区呢 韩国也有很多 首都圈也受灾了 然后汉江边上的公园 很多地方都被淹了 就是骑自行车的道了 还有很多树木啊 正常的那个公园都被淹了 然后因为也是梅雨季节嘛 下雨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就把山体啊 山的那个土都给泡松了 泡松了地基也泡松了 非常的软非常的松 所以很多地方那个山体就滑坡了 然后那个高速路边上的 正常来说是很结实的 山体滑坡下来 那土和石头就掉到高速路上了 然后还有泥石流 然后很多路啊 房子都被泥石流给掩埋了 现在好像是死了30多个人了 然后这个强威呢 是继续北上 就韩国全境 韩国就不用天气暴了 就全国有雨了 然后韩国受灾的这个景象也是 也是非常严重的 有几个灾区 上周的时候我们出去玩 也正好赶上了这个暴雨 这个暴雨下的 中国人的话讲就下冒烟了 什么金济道安城啦 什么什么铁园郡啦 中青北道的中州市 提川市 阴城郡啦 什么崖山市啦 这些都是地势低 而且农村地区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然后下雨再要是下多了 那就完了 但是韩国政府会给收 会给一些就是补助吧 有些地方淹了之后呢 韩国政府会帮助民众 分担一些这个暴雨的损失 然后最近我们也出去玩了一圈 正好是赶上 赶上就是我想换韩国国籍 或者是换韩国的永住 所以以前韩国的国籍和永住呢 你拿到它比较简单 就是几个条件吧 第一你就是合法的在韩国生活五年以上 第二就是你的这个平均收入 要超过韩国人的平均水平 这几年大概是一年3700万韩币左右 3000万就是 一年也就是20多万人民币吧 245万人民币以上 就超过韩国人的平均收入 别给韩国人拖后腿 别就是你享受韩国的福利为主 然后用纳税人的钱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你收入要多一些 这两点都是很简单的 我也达到了 但是以前是这两点达到就OK了 现在不行了 现在就是加了一点 就是你韩语必须要超过韩国人平均水平 这点就完了 因为我不会韩语 虽然已经来了五六年以上了 但是不会韩语 所以我就要参加一个考试 这叫什么社会统筹考试 然后因为报名呢 我附近的人川地区的那个报名点已经满了 因为报名我们报的比较晚 所以呢就很惨 就报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叫泉州 泉州有两个有名的东西 一个是泉州的办饭 就是韩国办饭很有名嘛 泉州办饭是韩国办饭里最好的 最有名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泉北现代 泉北现代就是现代公司赞助的那个泉州的地区的一个足球队 就像大连万达啦 还是那个潘石屹那个叫什么什么 什么恒大广州恒大啦这种的 就是韩国非常强的两个足球队 一个是水源三星 一个是全北现代 因为是现代公司投资的嘛 所以它这个足球队的能力也非常强 是亚洲比较顶尖的球队吧 当时在大田生活的时候呢 那个中南大学还组织这些学生 免费一辆大巴车去那个泉州 然后去看全北现代跟中国的一个山东什么山东主能啊 还是什么对 踢了一场球 当时还踢平了 然后感觉没有那么兴奋 没有那么好看的 当然也没要我们能跳 泉州就是有名的就这点 然后大概离这个仁川是大概200多公里吧 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开车开了大概三个小时不到 然后晚上开到了泉州 在泉州找了一个宾馆 然后才六万块钱 六万块钱就是360块钱 在韩国来说非常便宜了 它一个好处就是它是无人宾馆 有很强的那个隐私性 我当年打工的时候 就是住在这个无人宾馆的 因为它没有前台 然后也没有保洁人员 也没有服务人员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的 你在走廊里面也不会遇见任何别的客人 你就是开车进去的时候 就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车库 那车库是有门的 所以你把那个门要是开开了 就说明这个房间里没人 你就把你自己的车开到那个车库里面去 就单独的车库 然后开进去了 你就把那车库的门关上 那就是你封闭的空间了 然后你从车库走楼梯上去 你就会看见一个自动售卖的机器 上面有这个房间的价格和房间的图片 然后在这个图片也比较细 然后这房间里都有什么 有多大 你要是喜欢的话呢 你就选这个房间了 然后选这个房间 你就交钱刷卡或者往里投现金 也没有人的 这中间没人操作 然后刷完了之后这门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你就进去 进去 然后我们选的这个房间 为什么说便宜呢 因为它设施非常好 它进门了之后呢 单独车库这就是比较好的了 因为它不存在 雨下特别大 你也不用在外面走两步 挨一下胶再进那个宁馆 对吧 然后单独的车库 隐私性也非常好 然后再一个是 进门呢 就是一个沙发 然后一个茶几 然后前面是一个很大的投影 大概有个100寸左右吧 然后投影旁边也有那个 就像中国那种 私人影巴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 有好几个音响 然后后面有一个电脑 跟投影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后面还有小冰箱 韩国的特点就是 冰箱里的饮料什么的 是随便喝的 一共有个四五种饮料吧 随便喝的 然后冰箱旁边还有一个 是挺好的东西 就是呃 是一个自动能给衣服甩干的 一个机器 这个我之前是没见过的 呃 在中国没见过 韩国过去几年 可能也没有 它是一种自动的机器 然后长得跟空调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一拽就能打开 还是一个空的 然后你把衣服放进去之后呢 比如说你今天穿完的衣服 它就在里面不停的给你甩 甩的过程中呢 它还会吹风 把这个衣服吹的柔顺一点 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香料 可以加进去啊 这个衣服就会变香 然后也会变热 然后也会变得特别柔顺 这里面可以吹衣服吹裤子吹鞋呀 都可以的 这个就是比较高端的了 因为韩国人比较讲就是穿的嘛 他一天都要换个衣服 或者是他觉得洗衣机洗出来的这个衣服 没达到他这个水平 他可能要就是所有的衣服都要像新衣服一样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也试了一下这个机器 还是比较好用的 长见识了 之前没见过这种机器 然后再往上呢 一共它是分三层 上去楼梯之后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大浴缸 就是在房间里边的一个大浴缸 然后旁边是淋浴 浴缸还是带按摩功能的 就是非常大也非常好 因为它这个是条层的这个厅嘛 连续三层楼 都是一个大的条厅 所以它那个有一个窗户非常非常长非常高 就在那个浴缸的旁边 然后它那个有一个很小的卫生间 上面是麻面玻璃的 所以也不会特别的尴尬 就是情侣两个人 夫妻两个人去开这种房间非常享受 因为它虽然不大 但是那种挑高的那种能有六米以上吧 这种挑天让人感觉非常好 非常高大上吧 因为韩国普通的住宅 它都没有这种挑天 它会比较压抑 然后呢 你再上一层楼 这一共是屋里就三层了 算上那个车库就四层了 再上一层是你们俩的床 然后对面还有一个大电视 在床上躺着也可以看 然后你在那个浴缸里面 那个时候在浴缸里面的视角 还能看到那个 你投影里面看到的那些节目也能看到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空气净化器 这也是非常贴心的 因为现在韩国也很流行 能把屋里的这个空气变得更新鲜 然后还有一个电脑 这个电脑能跟上面那个电视连 所以就是所有的设备都非常非常的全 就是让人有一种 让我有一种吧 就是非常便宜 非常经济实惠 性价比高 而且受审若惊的感觉 因为我几乎也是没住过带挑厅的那种的 特别是三层 那种六米以上挑厅的这种 这种房间 然后就是当天晚上 我们又看电影看电视的 就折腾到非常晚 都没住够这个房间 跟我们现在租的房子的比 简直是天差地别的 享受一次也非常的开心 但是下雨真的下得非常大 在开车的过程中 我们的前轮打滑了两次 吓坏了 然后下雨下得 基本上看不到这个周围的景物 视线都模糊了 然后我们很幸运 没有遇到山体滑坡 但是我们在开的过程中 看见旁边有一个地方 因为山体滑坡 有一个车道都已经被埋了 就是全是土 可能是没有人员伤亡 然后但是这个土呢 有人就是有机器正在挖 正在解决这个事情 当时在泉州附近吧 关于韩国的这个暴雨和洪水呢 就先跟大家说这么多 等下次节目呢 我们继续说一下 我们这次出去玩 去韩国南方玩的具体情况 那我们再见